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一位 算是万能的手作达人 他几乎把所有的手作 让我们觉得很简单 就可以自己在家动手作 欢迎到我们的阿美老师 女人好 大家好 今天带来是什么样的主题 柳橙口味的起司蛋糕 起司蛋糕可以在家自己做 对 非常简易版的 我以为一定要到大厨等级 才可以做起司蛋糕 就非常容易 今天带来是非常简单的 是 算是进阶班 等于说是初级班的起司蛋糕 好 那我们知道起司蛋糕 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 就是它下面会有一层 饼皮 对 吃起来酥酥脆脆的饼皮 上面再是那种很浓稠的那种 起司蛋糕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看看饼皮 开始怎么做好了 首先就是要准备这个消化饼干 消化饼干 就是外面有在卖它都是一桶 对对对对 红色包装都是圆圆的饼 那我现在看到饼干已经不见了 那我们一个绝瑕就是放在蜜蜂袋里面 是 然后再用那个擀面棍 把它压到很碎很碎 好 那这个擀面棍你说我家没有 因为一般人可能像我家就没有擀面棍 我会用杯子 用杯子 就是像马克杯我会握着 然后在这边擀 马克杯它就是它本身就是重量比较重 对 然后就直接拿着马克杯这样擀的 对对对对 OK 所以大概要感到什么样的碎度 就像粉末这样子 就像完全没有颗粒状 是 因为不然其实你要用一般这样去压 你要压到完全没有颗粒 其实蛮难的 用这种饼的柱底去滚它就OK 好 大概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它里面只要消化饼干就好了吗 就消化饼 然后要融化的奶油 是 然后有面粉 是 跟因为我们要增加口感 有加一些那个杏仁碎 杏仁碎 算是杏仁丁颗粒 杏仁颗粒 好 还有砂糖 好 这些待会都要全部在饼盒盒中 对 消化饼 这个应该这个铝箔纸外面的烘焙店 都有在买 对 一般超市也会有 还是杂货店也都会有 那种五金行 这应该叫锡箔了 对对对 因为这个是比较容易脱模 我们要先加面粉 加面粉 然后再加上杏仁颗粒 全部把它加进去就对了 好 面粉待会还要再用吗 不用了 好 好 然后 然后 砂糖 这个糖是1 2杯 就一半是饼皮 然后一半是蛋糕用的 好 就准备一杯 一半在饼干 一半在上面的cheese cake 然后把它拌匀 然后把它拌匀 其实老师我看到你做这些甜点 其实你这样过程其实简便很多 对 你也不用洗很多什么 像一般人可能会特别在准备一个碗盆啊 然后今天在那里搅拌好再放进去 你不是耶 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在那个密封袋里面 在里面操作 对哦 对 你刚刚在密封袋已经把消化饼给碾碎了 对 然后把全部的材料都丢进去 是 然后和一和 也可以 对 好 然后加入隔水加热的奶油 可以让它们再凝固一下下 再加一点 我一直以为那个饼皮很麻烦 要很多工 其实也不用 所以我刚刚看到老师 其实他加的这个材料 饼皮的部分其实用得非常简单 对 所以我们刚刚包含了有这个 消化饼干的碎粉 再加上我们的杏仁的颗粒 就是要增加口感用的 那里面还有加什么 糖 糖 还有融化隔水加热的奶油 鲜奶油 奶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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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打就对了 对 这样就OK了 然后要把它拌到很均匀 拌到很均匀是那个 奶油要全部都有吃到吗 对 好 然后均匀之后 就用汤匙把它压平 我感觉它压平就像那个饼皮 要压到很紧 要压到很紧 那怎么样可以确定它是压到密集 有没有什么样压的诀窍可以告诉大家 我的方法是我会这样边压 然后边去钻 因为你没有压紧的话 你芝士蛋糕做好之后 你切下去那个饼或是碎 对 就是它不够扎实 不够密 一切下面都钻泡泡 就已经整个散开 就没有芝士蛋糕的感觉了 好 然后压平之后 我们这里要先进烤箱 那大概需要什么样的温度烤多久 就170度 你烤箱要先预热 烤箱要先让它热 170度先让它预热 对 然后就放进去烤12分钟左右 是 就等于说你用170度烤12分钟 前面要记得先预热 好 那这个就可以进烤箱了 对 170度 12分钟 好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下 起司蛋糕的主体的部分 对 就材料的话就是奶油起司 有这么大块的奶油起司 就是一盒就对了 然后要先放在室温让它融化 就是让它变软 软化的感觉 对 而且它这个奶油起司 我发觉在很多的甜点也好 或者料理也好 很喜欢用到这个起司 对 因为它的量比较多 所以在搅的时候比较需要一点点的功夫 用软化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加其他的 材料进去了 对 这个是一颗蛋 然后要先让它在室温 放在室温冷却 是 对 一定要冷却 对 不要冰冰的放进去就对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放下去 就是柳橙品了 那柳橙品有一个特点 大家其实在之前我们做料理的单元 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 你只要取它的皮 对 不要切到它那个白色的部分 对 不然它就会有一点点苦味 这个在做 我想做任何甜点 这一点是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放进去了 对 而且以前我们有跟大家讲过 其实加皮 因为柳橙皮有它的植物的香精 所以它可以让味道非常的浓郁 然后其实也可以加柳橙口味的 是 也可以 我们今天做的是柳橙的芝士蛋糕 然后也可以做柳橙的芝士蛋糕 对 还可以做什么口味 通常就是柳橙跟柳橙吧 柳橙跟柳橙 应该柑橘类还剩什么 不会有人想做 葡萄柚 葡萄柚 葡萄柚的芝士蛋糕 好像怪怪的 然后接下来 这是柳橙汁 柳橙汁也可以直接加进去 然后如果今天是加 是做柳橙口味的话 就一样是加柳橙 柳橙 就原汁嘛对不对 对 我已经可以想象做出来那个柳橙 柳橙的味道会有多浓这样 有皮 然后有汁 然后一样就是把它拌到均匀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看你没有准备其他的面粉类的 对不对 没有 不用 所以原来柳橙上面它那一个是 真的就纯起司 对 它的基底就起司 对 那这个起司只能用柳橙汁吗 还是有其他的起司可以替代 我只会用这一种 是 对 我不知道外面大厨是用哪一种 所以倒就是你要简易的又倒地的 这种是蛮方便的 对 因为这个很容易买得到 好 拌匀了 我们就加刚用剩的一半的糖 都下去 都下去 好 也要拌到均匀 是 其实这个也是蛮容易做的 就是材料都把它加进去 拌匀就对了 是 所以其实做任何的料理或甜点 其实你就是把材料给准备好 我觉得做甜点还比较简单的感觉 你知道专心的对付烤箱就好了 就温度调好 时间抓好 对 然后你做糕点的话 就是记得你烤箱一定要先预热 若不预热会 你时间会过久 蛋糕体都已经做好 然后你的烤箱不够热 然后你就会影响那个时间的关系 好 最后就蛋 蛋是用全蛋 对 全蛋 全部都加进去 所以它待会全部搅拌均匀之后 就要加到我们刚刚做那个饼皮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已经烤了17分钟之后的饼皮 12分钟 对不起 12分钟之后的饼皮 它的状况其实就已经变得很结实了 对 对不对 而且刚刚我们进烤箱之前 努力的把它压紧 压密 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大饼 大饼的感觉 它为什么变得有点液态啊 因为有加蛋还有柳橙汁 它整个现在的实地的感觉 就很不一样了 把它拌到均匀光滑的样子 是 光滑的样子 对啊 看 有耶 它上面就会出现一层亮亮的那个感觉 然后整个均匀之后 我们就要放到饼皮上面 是 直接就放在刚刚烤好的饼皮 对 放进去 因为今天准备的分量 刚好就是这个六吋的这个小模型 的量 对 那如果你分量要做多一点的话 就是材料就要双倍 还是衬衫啊 衬褲子 这可能就要大家自己动手 稍微抓一下分量的部分 好 好 然后再把它铺平 要把它 就是要凳热啊嘛 就轻轻把它搖晃一下 它就会平 OK 把它剥进去就对了 所以在上面呢 我们用的这个起司蛋 起司蛋糕它上面的主体 其实我们从头到尾就是一个 奶油芝士 对不对 那可能你做的口味不一样 甚至你说 我要做原味 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要加 那今天我们做的事 是柳橙 我们就加柳橙皮 再加一点柳橙汁 再加糖 再加全蛋 就变成了起司蛋糕上面的这一块 好 那我们拌匀之后 就进烤箱 烤二十至二十五分钟 是 对 几度 一百七十度 烤箱要先预热 跟刚刚烤饼梯的时间 是一样的 对 温度是一样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让它进烤箱 好 现在我们这一个 柳橙口味的起司蛋糕 已经完成了 刚刚老师还有告诉我们一个小秘诀 你希望它吃起来的感觉呢 是更不一样的 还可以最后再加个什么动作 就烤箱就是蛋糕烤好 出炉之后 就先撒上我们剩下的那个 饼的抹穴 是 就是我们的消化饼的那个 粉就对了 对 然后放凉之后我们就可以切了 好 所以你刚刚讲说用这个脱模很方便 对 我们稍微就用剪刀在旁边先解个口 然后直接就是把它撕开就可以了 对 老师在家应该是更 更直接地解决它 对不对 对 因为没有人看到 她说因为有电视在拍 所以我们要就是温柔一点点 就温柔一点对它 不然照理来讲 你脱模应该就直接 拿出来 然后这样 真的很像我们在外面买的 而且在切这个起司蛋糕 还有一个小诀窍 我们的刀是不是要处理一下 就刀要先加热 刀加热是 就是在上面给它稍微热一下 OK 对 这样起司跟一个切起来 会比较漂亮 好的 因为下面还有一个饼皮 所以那个饼皮需要一点点的力道 切完还要再把它稍微清洁一下 这个道 对 因为它旁边会黏那个起司 好 好的 口水已经流下了 而且真的一切开那个 柳橙的味道好浓 下面那个饼皮需要用点力 好 好 OK 好漂亮 OK 你看做起来的这个起司蛋糕的感觉 是跟我们在外面买的 几乎一模一样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阿美老师 特别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口味叫做 柳橙起司蛋糕 柳橙起司蛋糕 今天学会了 大家都可以变大厨 这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阿美老师 谢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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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